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取了信松的方式要挑战内政部的一个封杀令 他今天就在脸书简短的就指出说 我决定进行司法审核 挑战内政部对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漫画所施予的禁书令 他说他的代表律师很快就会宣布细节了 那么以这种司法审核的方式来挑战内政部的决定 是正确也应该要做的做法 如果对他他觉得他在这个事情上受到委屈 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话 那么这一个是通过机制所提供的这个管带来讨回 他认为应该要讨回的这一个公道或者是道理 目前邱光耀人士在中国的杭州 他心情看起来还OK不错 因为他一直都有在他的脸书上载一些旅游的景点 美食的照片 而且一天都有至少一到两则的贴文 那么除了美景跟美食的照片之外 其实他的脸书贴文这里讲的是他个人的脸书 并不是他的专业 因为他的专业已经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关掉了剩下的就是他的脸书 如果你是他朋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 那么他在脸书偶尔会有一两句简短的文字 是他心情的写照 以及转发其他支持者对他的一些评价 或者是一些评论一些文章 比如他昨天就写到说 我十年大运全部都给了民主事业 人质已尽无冤无悔 今天我留一点空间给自己和家人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么他的原语之间就透露出 他有一淡出政坛的这个想法 不过他的这个个人脸书好像是公开的 就是就算不是他的朋友的话也可以看得到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他自己本身在脸书贴文中就有标记 hashtag我没有宣传共产主义 还有hashtag我只是弘扬互利共赢 不过当媒体联系 他就是想要了解更多的时候 他就拒绝透露更多的详情 他就强调不便评论太多 好那么今天较早前 财政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就首度开箱针对漫画的风波发表谈话 他不否认自己是这本漫画写序的其中一个人 但是他说避免干扰法律程序为优水 他就不愿评论这一次的风波 那么行动党的主要领袖 在漫画的课题上都采取与秋光耀切割的做法 令到激生突然之间感到难以适应 他们不解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关键点上立顶 他们都知道说这一个当局对漫画采取的强硬 以及快速的动作 背后其实充满着政治计算以及政治部署 就算秋光耀已经不再是行动党的党员 但至少党领袖应该在关键点上表达 或者传达一个明确的立场 那么他们看不到也感受不到 反而一些领袖急着跟秋光耀切割 比如说秋光耀也就不是这个行动党的党员 其实这点不用讲大家都知道 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 有没有在关键时刻拿出一些同志情跟同志的奋斗的精神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针对这一起漫画的风波 首先挑起的这一个事宜 当然就是前首相纳吉了 他在挑起之后就引发了风波 还有多方的评论之后 内政部在上个星期三 也就是23号的时候 也含有可能破坏公共安宁 宣扬共产主义等等的原因 就查见了这个漫画 不过有一些网民就继续追击这个课题 就点出说林冠宁就曾经为这一本漫画写序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也曾经跟漫画 还有秋光耀是同一张照片的 就试图要把行动党跟这本漫画牵扯在一起 不过秋光耀当时就有澄清说 这本漫画跟行动党是毫无瓜葛 他自己将会扛起全责 他较后也持去了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长的职位 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秋光耀 过去几届大选采取的那种激烈用出口方式 来站台拉票的一个做法 但是在这个漫画的课题上 其实他们认为说 或者他们有一种想法 有一种感觉 基层有一种感觉 就认为行动党或者是 内政部在这个课题上 为什么这么藏出 而且做法太过武断了 就算你不认同漫画里面的内容的话 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处理 而不是马上将它列为禁书 那么这个做法 似乎没有顾及到盟党之间的感受 而且在这个课题上 土团党的三位部长 就是内政部长 教育部长 还有清理部长 都咬着这个课题不放 所以它已经不再是漫画这么简单 而是提升到说 有一股势力 而且是来自盟党 来自队友的这个势力 似乎要咬着行动党不放 而且现在这个队友 已经是转成对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邱光耀的这个心情是 非常的这个 不能说煎熬 就是非常的矛盾 所以他在他之前的一些贴文里面 都有一些比较有益的 这个hashtag 比如说多么痛的领悟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留言 就是说 我过去十年都给了火箭 为了火箭的big picture而斗争 如今我要为自己的小宇宙而活 那么从他一系列的看法 或者是一系列的文字当中 都可以感受到说 邱光耀他对这个行动党 关键领袖跟重要领袖 在这个课题上 没有力挺他的那种无奈 那一种无助 没错 那同时呢 也要谢谢你关注 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也要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